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人武功就十分强劲 早年间他在武林中横行无忌 就连那少林三度也曾败在他手中 那杜鄂甚至被杨鼎天打下了一只眼睛 不过杨鼎天还不是书中提及的几位教主中最厉害的 比如在他之前 还有为宗教主习武的天赋更高 不过书中关于宗教主的事迹并不多 他具体击败过哪些对手也无从考证了 所以综合战绩和习武资质的考量来看 杨鼎天和宗教主的实力差距应该不会太大 然而诸如波斯三时提到的弄丢了圣火令的石教主 还有从张无忌手中接过教主之位的杨肖 那便不值一提了 他们的实力最多也就准一流高手级别 毋庸置疑从明面上来看 张无忌无疑是历代教主中的佼佼者了 毕竟他可是将那乾坤大挪移修炼到了最顶层 除了第七层 最后那作者想象出来的十九句之外 这招式已被他尽数掌握 那么如果以张无忌为标准 最强的利刃教主都是谁呢 纵观张无忌身上的武学配置 由于他练成的这几门武功 都是得天独厚的绝技 因为张无忌向来有金庸笔下最强男主角之称 金庸写道 当张无忌冲入少林寺和三度大打出手的时候 即便三度有金刚抚摸圈的加持 能心意相通 同时抵挡32名掌门级别的高手 可张无忌的九云真金 早就和太极拳的练气之法融会贯通在一起 随着战况越来越激烈 张无忌越战越勇 体中的内力源源不绝地始将出来 反观三度 他们虽有1加1加1大于3的优势 可三人的僧袍早已高高鼓起 三人的脸色也阴红如血 只需再过几个时辰 必被张无忌攻破金刚抚摸圈 张无忌倘若运起乾坤大挪移的第七层心法 更是匪夷所思 原本写道 张无忌运起乾坤大挪移 将苦头驼打来的掌力不断续击 突然张无忌大喝一声 蓄积的掌力全部反正而出 此招一出犹如洪水决堤一般 世上并无此大力 倘若掌力尽数打在苦头驼身上 早就血肉模糊 一命呜糊 尽管如此 张无忌在历代名教教主之中 也仅排在第四名 其次就是杨顶天 杨顶天的乾坤大挪移 已经修炼到了第四层 在修炼的关键时刻 遭遇妻子与成坤偷情 最终导致真气逆行 走火入魔而死 原文道 杨教主能于瞬息间变两三次 那是练到第四层了 他曾说 本教历代众位教主之中 与第八代宗教主武功最高 据说能将乾坤大挪移神功 练到第五层 那便在练成的当天 走火入魔神王 至此之后 从未有人练过到第四层 杨顶天可以说是 倚天时期第一位萧雄 他的能力和武功 都是当时顶级 只是遭遇这场意外 最终壮志未愁 可以说 在杨顶天未死之时 他的武功在当时 估计只弱于张三丰一人 即便是空剑神僧 也不见得能够绝对胜得过杨顶天 杨顶天自从继位名教教主之后 他就开始修炼乾坤大挪移 只是乾坤大挪移 是一门极难修炼的绝学 对于普通修炼者 进展极慢 可能像杨顶天 这般修炼到第四层 已然极为了不起 而对于开挂者 自然进展极快 张无忌就是明显的开挂 毕竟他先是将九云真金融会贯通 并打通任督二脉 这份功力已然古今少见 所以修炼乾坤大挪移 只需要几个时辰 当然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张无忌这般开挂 更多人只是普通修炼者 杨顶天也就是普通修炼者中 天赋极为出色的一位 所以他能够将乾坤大挪移 修炼到第四层 而像杨潇这般天下一流的高手 修炼乾坤大挪移 也仅仅停留在第一层这个阶段 如果这样一比较 可想而知 杨顶天的天赋强过杨潇太多 能够在普通基础上不断进步 将乾坤大挪移修炼到第四层 杨顶天的天赋 也是远胜江湖各路高手 杨顶天不仅才能一流 还是一代练武奇才 武功已是顶尖高手水平 实力强大内功一流 虽败于一代宗师张三丰之手 却能全身而退 还以一己之力击败了少林三度 并打下了三度之一度饿的一只眼 还迫使他们三十年 再不出少林寺一步 虽仅练成了乾坤大挪移第四层 但他仅凭自身强大的实力 高深的武功 一流的才华 也足以让他称霸武林 正如前文所说 明教早已在武林中传承了数百年 而金庸在介绍明教的历史时 就曾提到过一位名气极大的教主 即北宋年间的方辣 读过水浒传的人 一定不会对方辣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他在《水浒传》中 可是梁山好汉的大敌 梁山好汉中 又有七十来人是死在 争方辣的过程中 而金庸武侠世界观中的方辣更是厉害 原文道 北宋末年 明教大首领方辣在浙东启市 当时官名称之为 石菜是明教 石菜和凤是魔王 是魔教的两大规律 传之已达数百年 光读这段文字 你或许还无法感受到方辣的强大 而结合《射雕英雄传》中的设定来看 方辣的成就可远比张无忌高 当年周伯通在提及《九阴真经》的来历时 就提到了黄肠征明教的故事 黄肠是被徽宗皇帝派去征讨明教的 而方辣就是宋徽宗时期的人物 等于说 黄肠当年面对的 就是以方辣为首的明教势力 最终的结局是怎样 黄肠大败 不得已隐居数十年 这才创出《九阴真经》 黄肠是何等武学奇才 他创出的《九阴真经》 可是影响了双雕时代的几代高手 但凡染指那经书者 无一例外都成了绝顶高手 黄肠尚且不敌方辣 不难看出方辣的实力 着实是强 当然有人要说了 方辣的乾坤大挪仪 指定是不如张无忌的 毕竟书中强调 先前的历代教主中 将那神功练到最高级别等 也不过是宗教主 所触及的第五层而已 但那又何妨 明教教主也不仅仅 只有乾坤大挪仪 比如杨鼎天就有大九天守 方辣能够击败皇城 指不定他还会一些 金庸没有在书中 明确写出来的奇招 不过即便强如方辣 也只能在历代教主中排第二 就因为那初代教主 一定是更强的 没将乾坤大挪仪 修炼到顶层未必不强 但若是将乾坤大挪仪 修炼至顶层的话 那就一定很强 而明教的初代教主 就一定是位顶尖强者 关于这位前辈 金庸也只是在介绍 乾坤大挪仪的时候 提及过一些信息 当年创制 乾坤大挪仪心法的那位高人 内力虽强 却也未到相当于 九阳神功的地步 只能练到第六层而已 他所写的第七层心法 自己已无法修炼 只不过凭着聪明智慧 纵其想象 力求变化而已 张无忌所练不通的那一十九句 正是那位高人 单凭空想而想错了的 似是而非 已然误入歧途 那人没有学过九阳神功 却能够将乾坤大挪仪 修炼到第六层 并且凭借想象力 创出乾坤大挪仪第七层 这等天赋 其实张无忌那后生 所能相比 金庸也曾经在神雕侠里中 借杨国之口 强调过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金庸武侠世界观里 创武功的人 始终要比继承武功的人厉害的 所以这初代教主的实力 自然是比后续的历代教主 都要厉害的 可惜金庸直至倚天屠龙记中 才让明教这个强大的门派 正式登场 以至于明教的那些前辈高人的故事 未被一五一十地写出来 对于读者而言 着实是遗憾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